第一次吃这个糕点 就被它糯唧唧冰冰凉的口感给征服了 连续炫了三块才过瘾 想着一定要分享给你们 宝藏凉糕 泡好的大黄米找一个容器 逼干水分倒进去 然后倒入跟煮饭一样多的纯净水 因为大黄米的颜色有点淡 所以还加了点老南瓜 也会更加的香甜 大黄米和老南瓜一起上锅蒸熟 蒸的时候我们顺手把中间的麻糍夹层给做了 节省时间 过筛一遍避免有颗粒 吃起来口感更细腻丝滑 上锅蒸熟 蒸好的大黄米加蒸熟的老南瓜 蔓越莓和糖趁热混合均匀 因为大黄米本身自带甜味 不悬太甜的就少加点糖 盘子里铺一层保鲜膜防粘 然后铺上一半的大黄米 给抹平整了 然后铺上麻糍抹平整 再铺上剩下的大黄米 压紧实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一会儿 因为冷藏锅就比较好切 咱就切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黄米凉糕是比冰淇淋还要消暑的美妙体验 据说咬一口啊 讲话都变甜了 甜蜜蜜冰冰凉还糯唧唧的 太渴了 一次性吃不完的就拿稀油纸给包起来 冰箱冷藏能放三天 咱就打包给闺蜜送去 分享快乐